2023高雄灯会首度仪式到左营莲池坛举办 以龙虎塔春秋阁玄天上帝神像 为主体的光武联坛展演 结合光束 镭射及庙宇灯光 打造融合传统庙宇及现代活泼的节奏 再搭配高空烟火秀 民众纷纷拿起手机记入绚烂的一刻 来的时候台铁高铁 还有这个走路过来是最方便的 那我就不多说 因为我知道今天大家是来看灯 不是来看市长 市长陈其迈主持点灯仪式 不忘提醒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 在徒步赏灯 高雄灯会今年回归地区灯会 观光局以越在地越国际为主轴 安排一系列精彩展演 包含民俗异政 传统戏剧 轮番在莲池坛周边登场 浓浓的台湾味吸引许多外地游客 太好了 我觉得很幸运 对 就是刚好寒假决定 要来那个莲池坛 然后就遇到灯会 还不错啊 就是很有高雄的感觉 很开心 因为我第二年来了 有很多去的东西 很多东西可以看 还有两个灯尾 其他地方好像有差不多的东西 但是这里做得不错 而全台最高18米的马吉兔主灯 各是蒙番大人小孩 迎接兔年既应景又疗愈 让大家心甘情愿排队等候拍照 非常地可爱 刚刚已经在拍照 很漂亮啊 就每次经过从后面过去感觉小小 然后经过很大 蛮壮观的 环坛步道各种 兔年异象的灯饰作品 吸引游客拍照打卡 而湖边这一片 如梦似幻的光纤芦苇 更是人气爆表 从黄昏到夜晚 都有满满的朝圣粉丝 也让人惊艳 索影联坛 湖光深色的脱俗美景 CNN的报导来说 其实莲池潭就是一个 充满了东方神秘色彩的地方 所以我们首度把这个 高雄灯会遗失到莲池潭 也是希望说让更多的高雄市民 还有更多这个国内外的旅客 可以看到高雄不一样的美 观光局同时还规划在孔庙 提供游客古装cosplay的体验 在古色古香的建筑衬托下 赏灯之余还能一秒穿越回到古代 化身成侠客与仙女 拍出一张张经典美照 我觉得蛮棒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古装 然后体验灯会的感觉 就好像穿越了古代这样子 孔庙搭配这种古装 很适合在这个地方 就是拍起来 我觉得今天拍的东西都还蛮好看的 同学朋友结伴体验 这回不用追剧 直接入戏自拍自导自演 过足细影 结合周边庙女商家和旅宿 为期十一天的联坛灯会 创下超过两百万参观人次 带来近三十亿观光效益 主办单位透过邀请美日韩 等姐妹式代表团参与 以及外籍网红拍摄影音分享 将昨夜联池潭传统庙语建筑 池畔美景 宗教历史人文等特色 成功行销国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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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